不说我爱你 再见 小哈 坐这儿乖乖的啊 奶奶收衣服了啊 你找谁啊 你对小孩怎么了 你 你 你 啊 我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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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ll 喵 穿正妆了 總算找到了工作狀態 梁瑞 我警告你 不要把私人的情緒帶到工作狀態 免得人家也為咱們內鬨 有损过你形象 走啊 你放心 在别人面前 我一定会尊重你的 请吧 杨芮 你得学会控制一下 你自己的情绪 我的情绪不好吗 那个 怎么了 来 姑娘 你怎么了 我难受 别着急 别着急 有人吗 有人吗 我们被困在电梯里了 有人吗 好点儿了吗 好点儿了吗 好多了 你怎么样 你坚持一下 我把衣服脱了 你坐地旋 来 你坐地旋 来 我一想到 你还那么脆弱 知道你们都觉得我很任性 可是我只有这样 才不会受伤 才不会受伤 是啊 你是天人性的 这是我输给她的原因吗 请你说话告诉我 我到底哪一点不如她 我到底哪一点不如她 没有 没有什么不好 真的 但是感情这事吧 那 不 不是勉强的 对吧 有的时候 说不清楚 那 那你跟她是一见钟情吗 算是吧 你知道吗 有一种感情 你从来都没有遇到过 从来都没有 有点怪 当你遇到一个 真正让你投入 让你心动的人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冲动 想去爱她 保护她 甚至为她付出一切 这种感觉特别美 特别美 妍儿你别说了 我听着难受 你刚才描述的 你对她的感情 其实就是我对你的感情 我都明白 我都懂 严谧是 你能让我 暂时在你身边 当一个普通朋友吗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一个让我追求你的机会 当然了 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都会祝你幸福 我知道我这段时间 突然变得很自私 很任性 可是我心里特别难受 我想找一个地方发泄出来 我就把所有的事情 全部怪在别人身上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 不是别人的错 其实就是我自己的错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杨芮 我真的只想知道 我能做你的朋友吗 谢谢你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个市里面大面积的停电 我们维修工作来不及 害得两位在里面待了这么长时间 我代表饭店 向两位表示建议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关系 这是我最近度过的 最愉快的一个早日 我们走吧 没关系 没关系 真没关系 不好意思 中总 你先来公司接我一趟 找人的事 你得抓点紧 找到他了吗 我还没有找到 那行吧 你抓紧时间 你知道我有多在乎这个清白 我知道了 喂 浩子 我刚进见本 现在啊 我让你问那个事怎么样 好好好 我换点衣服就过去 好 嗯 嗯 不然 嗯 嗯 colored 爸爸 contacted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只能守住戴兔了 这两天啊 我特别忙 恨不得一天拜两天也有 不错啊 杨锐 总算恢复斗志了 我看好你了 别 说吧 什么事 怎么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啊 杨锐 你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今天 今天是不是约了 那成见的张总晚上吃饭 不是 那是明天 那今天什么日子 我生日快乐 你生日啊 生日快乐 谢谢 说吧 要什么生日礼物 回头我给你补偿 我才不是来要生日礼物的呢 我就是想 这个生日是咱们俩认识后 我的第一个生日 没什么特别的要求 我就是想 让你陪我吃饭 杨锐 你就这么对待您的朋友 行 今天晚上我请客 不用 晚上听我安排 好 不许 不许不到 不许迟到 不许到了以后后悔 拜拜 等会儿见 来 赶快坐 放这餐桌不用 非得跪着吃 累不累啊 你也太老土了吧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榻榻米 日本人都这么做 怪不得日本人都这么节俭呢 这么窝着吃 能吃多少东西 你有完没完啊 你不觉得这么做 很温馨 很浪漫 还有家的感觉吗 说实话 没太觉得 你这人 一没情调 二没想想理 我真不知道 我看上你什么了 看上我什么了 好了 倒酒 好 收心了 你说 这蜡烛又搁在桌子上 点不就完了吗 非买一个烛台 这一个烛台 够我音乐店位的了 好了 杨瑞 好了 不说了 不说了 生日快乐 能不能有点诚意啊 祝你生日快乐 还有没有其他的 还有 生日歌对吧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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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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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可以吃了 來 多走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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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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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我要的礼物绝对不会让你欢迎一分钱 打住 你想歪了 我 我是想让你带我去你做玻璃的地方看一看 行吗 去那干吗呀 那没什么好看的 我 我说你是不是真心要送我礼物啊 就这么一点小要求你都不能满足我 你起来 好好好 答应你 知道 我现在还要好好享受这个没有争吵的晚餐呢 好 来 喝酒 来 喝酒 祝您 你先收 还是你先吧 我知道我这人有时候挺二百五的 不要心里学 大人不急小人过 如果你保证以后不对我这么凶巴巴的 那我也可以保证以后不跟你吵 可以 一言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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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钩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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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了 麻 麻 这 这不麻呀 哎呦 不是 腿 腿麻了 哎呦 哎呦 你没事吧你 不是 这真是这这这这这需要下功夫这得 不行 我还是做沙发吧 酒喝完了 要不 我把那瓶也打开 随便你啊 想喝我陪你喝啊 好 哎呦 哎呦 杨蕊 你家开评器在哪儿 哦 找到了 你醒了 我这段时间 我突然觉得我这里像一个家了 以前没有这样的感觉 来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觉得突然酒劲上头了 你 你没事吧 你没事 你再烫火就好了 来 拿开枕头 靠一下 来 靠一下 那 那 那我给你倒点热水 你为什么当纯青 你为什么当清洁工 你和你之前的男朋友都干了些什么 你为什么害怕出现在人多的场合 我需要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的秘密 跟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杨蕊 我只想给我平平静静的生活 你必须要听我解释 我爱的是你 我爱的是你 你知道吗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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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越向对方缩去未来 越容易成为对方的过去 多么滑稽的讽刺 经历了这么多时间之后 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吗 我当年提出分手并不是冲动 有些事情发生了 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到从前 这一年我经常相亲 我试图回忆我们从前的美好 可是我做不到 现实真的太残酷 我们的爱情再美好 也抵不过我对季红杰的愧疚 我的心 已经死了 难道我们这辈子 都要背着这么重的包袱走下去吧 都要背着这么重的包袱走下去吧 你的心并没有死 因为你爱上了杨蕊 爱情在你的心里复活了 也许 也许 我不应该再陷入这么深的一段感情 这种感情 会让事情变得复杂 让人悲伤 痛苦 与其这样 我倒不如离开 平平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 平平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 对 我们的心里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放弃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放弃 我对你 小哈的事你应该早点告诉我 你不应该自己扛着 我能照顾他 谢谢 你这样太辛苦了 你不应该这样 毛姐 既然你已经知道所有的事情了 我希望 你能把以前的事情都忘掉 重新过你的生活 好吗 你跟我一起走好吗 我带你离开这里 我们找一个地方 过平静的生活 我知道 我们以前的事情已经 可是我们还是朋友 你就让这个朋友 好好地照顾你 保护你 好吗 我很好 真的不用 你需要 你 和小哈都需要 你们需要我 我不愿意看到你 再受到任何伤害 跟我走吧 不管将来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都会自己承担 你放心 我和小哈 都会很好的 不愿意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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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锐 你怎么在这儿 老周先给我打的电话 我爸怎么样了 还在抢救 我们边走边说 快 谁是杨宝泉的将手 大夫 我是 我爸怎么样了 现在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来 在这儿签个字吧 来 以后啊 得劝他记久 可禁不起这么折腾 谢谢您 不客气 怎么样 我说过会没事的 好 好 谢谢大夫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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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这么晚了 还让你跑一趟 跟我客气什么呀 不过以后这种场合 还真不敢让你爸出马了 挺危险的 其实我以前跟他说过无数次了 可我们家老头就是不听了 看他这次还敢不敢 对了 杨蕊 我觉得 你这次还敢不敢 你这段时间应该请假 在家照顾你爸 不用了 已经很麻烦你了 再说 公司的事儿特别多 离不开人 怎么着 你又跟我客气 我决定的 必须这么做 那谢谢你 回去吧 太晚了 那 那你 也等会儿找个地方睡一会儿 别累坏了 晚安 杨蕊 我觉得 不好的事情都过去了 你要努力 加油 拜拜 我们就能把人家来 咱们面了 我们的感觉 我们就使用了 我们给大家 我喝点头 但我说 我们就来 我们就要那些 一个人家 我们便宜了 这是我们的 哥哥 你给你们 我们买个하겠습니다 还要给你买的花 你怎么又来了 我这不是姑母 时间差不多了 叔叔应该醒了 我特地过来看看 叔叔 怎么样 感觉好些了吗 爸 昨天钟宁 就已经过来看过你了 他还说 你这次住院的 所有的费用呢 对 叔叔 您这次生病 完全是为了工作 所以您放心 公司会负担所有的费用 那倒不好意思 小蕊啊 还不甘情谢谢宁宁 不用了 叔叔 都是一家人 不用说什么谢不谢的 对了 我还特别安排了杨锐 这段时间休假陪您 您放心 您就好好休养 什么都不用管 叔叔 您这次得的是胃病 所以呢 一定要补脾胃 我让张妈 给您炖了补脾胃的汤 现在还没好 我等会儿 给您送过来 不用麻烦了 真的不用了 医院就有食堂 什么都有 杨锐 老年人生病 可得好好补补 绝对不能大意 叔叔 您要不要吃点什么 我给您去买 不要了 他还是总咳嗽啊 来 爷爷给听听 小哈 让爷爷好好听一听 把这个拿给妈妈好不好 对给妈妈 来 吸气 爸 刚才医生跟我说过了 说你恢复得不错 再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真的 你看 太好了 我真想回家呀 小睿啊 你看这医院啊 每天进进出出多少人哪 你说这人 怎么就这么脆弱呢 一不小心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 阎王爷给召唤去了 你现在也知道了 我看你回家喝不喝了 不喝了 坚决不喝了 再喝下去 我恐怕真的看不到我儿子 结婚生子喽 怎么又扯到这儿来 你妈她没福气呀 没有看到她儿子成家立业 我也这把岁数了 说不定什么时候 我就会去找你妈 到那个时候她要问起 咱们这儿媳妇和孙子 是啥样 你说我怎么跟她说呀 爸 只要你把酒戒了 你再活个七八十年 一点问题都没有 说八道 我成老妖精了 你要想让我长命百岁 你就别老气我 我要怎么气你啊 好 那你告诉我 你和钟宁到底什么关系 上下级关系啊 什么上下级关系 小蕊啊 这人心都是肉账的 你看 我住院这些日子 人家钟宁每天拎着 大包小包的补品 往医院跑 就是儿媳妇也不过如此了 爸 我知道你累了 我比M1 你少跟我来这套 我问你 你回到我 到底你们俩什么关系 我的事你能不能不掺和啊 我怎么能不掺和啊 你 叔叔 杨瑞 叔叔 杨瑞 您明来了啊 嗯 我给您带的鸡汤 哎呀 谢谢谢谢 杨瑞 你先拿一下 叔叔 您今天的气色看上去挺好的 是吧 嗯 我来推您 这鸡汤啊 应该挺好喝的 又不让你喝 叔叔 您想吃什么 我去给您买 哎呀 不用了 别再买了 哎呦 您现在啊是上帝 想吃什么都行 那您 上去歇会儿吧 好 我呗 我对您的 吃什么都行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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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以 来 叔叔 我帮你弄一下 杨蕊 你干嘛去了 没事 你真没事 没事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叔叔 您说得没错 他不愧是您的儿子 他心里有事 您一眼就看出来了 杨蕊 你爸说得没错吧 进 周副总 刚刚送来一份您的快递 我家里的新闻 他不愧是您的 他不愧是您的 你一直在那儿 你把我带来 他不愧是您的 他不愧是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条路走到这里 不能再延续 越亲密越疏离 越忘记却越想起 我看着你 抓不住你 明明靠在你怀里 却孤枯无依 最远的距离 是相爱却不能相聚 只能说可惜 想念着你 你又在哪里 你的泪挥之不去 看着我呼吸 最远的距离 是无法触摸的回忆 深爱在心底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许可,不得翻唱或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